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,掌柜和大家一起读《熬通宵》也要读完的大唐史,我们一起读读第六章《大乱前后》的第四个故事,家族三十余人被杀,他已含血泪之末,写成天下第二行书。 秦人蒙田发明某笔,东汉人蔡伦改进纸张为书画艺术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前景,而经过蔡庸、钟瑶等人的引领,魏晋之后,书法焕发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,让越来越多的人沉醉并投身其中。 到了东晋,一代书圣王羲之横空出世,其书法作品成了中国书法界的典范和坐标,而王羲之的作品之中又以《蓝亭旭》为官。 《蓝亭旭》诞生于东晋墓地永和九年三月三日,该日王羲之与谢安等四十一名高洁之士在山音蓝亭休息,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诗会。 至酒商与清流之上,任其漂流,停在谁的面前,谁就寄姓赴诗,诗不成,则罚酒,所谓取水流伤事业。 诗会结束,谢安将当日大家所附三十七首诗结集,王羲之称酒姓作序,呈千古绝响,蓝亭旭。 续记《蓝亭山水之美》和聚会诗酒之欢,含生死无常之楷,却又清新脱俗,田句多,却不拘谨矮板,堪称绝妙好闻,被清人无储才,无条喉,录入古文观止。 不过,蓝亭旭最大的成就,不在文章文采,而在文字书法。 蓝亭旭写于最后九姓勃发之际,行书字体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,张法结构笔法巧夺天公,字体潇洒流畅,气象万千。 后人称此神作是清风出秀,明月入怀。 王羽之后来挑战自我,又写了几遍,乃再也达不到如此神韵,只好兴兴放弃。 感态道,此神诸儿,何无能立志? 以此作,因此成为历代书家,共推为天下第一行书。 既是天下第一行书,则为高山扬指,无人可以超越,后世再有神作出现,只能冠以天下第二行书,天下自已,天下第三行书之名。 那么,写出天下第二行书的人是谁呢? 写天下第二行书的作品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? 这个人自然是书法界的一代宗师严真卿,但其写出天下第二行书,却让许多人感到意外。 书法界宗师,除书圣王羲之之外,另外有四位泰斗籍的人物。 严真卿、赵孟甫、柳公权、欧阳寻。 不过,这四个人主要以楷书建厂,并称楷书四大家。 其中第一位,严真卿,经兆万年人,楷书雄秀端庄, 节字有出唐的寿长,变成方形,用笔浑厚强劲, 貌似肥胖,却有筋骨,有锋芒,大气磅礴,极具圣唐气象。 俗话说,自如其人,严真卿,秉性正直,笃实纯厚,性格刚正,正气凛然。 以义列闻名于世。 那么,以楷书奠定书坛巨匠地位的严真卿,为什么写出天下第二行书的呢? 这得从安史之乱说起了。 话说,玄宗天保十二年,严真卿被杨国中排挤,出为平原太少。 平原郡属安禄山辖区,严真卿早就觉察到安禄山有谋反的迹象, 暗中加高城墙,疏通护城河,招募壮丁,储备粮草。 天保十四年,安禄山玩起了清军策的游戏,借口奉赵,讨伐杨国中,在泛阳悍然起病。 仿佛一夜之间,河北大部分郡县沦陷,唐玄宗顿足哀叹,河北二十四个郡,难道就没有一个忠臣吗? 其实,严真卿早有防范,先保平原城不失,随后从容举起一旗,起兵讨叛。 已被推为义军首领,当严真卿派快马到长安报告消息时,玄宗破涕为孝,对左右说, 是我不知严真卿其人,安能竟能做出这样出色的事情。 严真卿堂兄,严稿卿任常山太守,与严真卿志同道合,其一面派第三子严济清与严真卿联系,一面设计谋杀了叛军将领李钦凑。 严稿卿的暗杀计划非常顺利,夺取了土门要塞的控制权。 但是严稿卿长子严全明在鸭福向长安请援的途中,遭到太原节度使王承叶截留,请不到援兵。 严稿卿独守孤城,全家被安禄山俘虜。 安禄山凶残成性,守杀了严氏家族三十余人,其中包括严真卿派回常山的严济明。 严稿卿被押解到洛阳,先斩断一族,后凌迟处死。 严真卿听到这个消息,悲愤莫名,派严稿卿长子严全明到长山洛阳寻找严济明的遗骸,最终只找到严济明的头部和严稿卿的部分尸骨。 在安藏这些尸骨时,严真卿老泪纵横,远笔作文,做记直纹稿。 全稿记二十五行,共二百三十四字,另有涂抹字三十余个。 因为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,字间行器随意变化,不计功拙,巫义姿态,内心感情在书写间自然流露,通篇波澜起伏。 有沉郁痛楚低回演艺处,也有痛彻心扉声泪俱下楚。 且看其十八行,乌乌哀哉字,莫哭情尽,似乎悲痛已至极点。 但第十九行,至偏末,雷声再响,风暴重现,悲情喷勃。 且看手称两字,竖帆涂抹,让人睁不开眼。 天旋地转,气血哀痛。 一直至末行,乌乎哀哉上响,令人触目惊心,射魂震破, 实为世间悲愤不二的书法神作。 原显于书,因此在书拔当中称,唐太师鲁公颜真清书,记直记名文稿,天下第二行书,瑜伽书法第一。 贤于书的评认,得到了后来历代书家的公认。 与其兄长相比,颜真清也毫不逊色。 二十多年以后,怀西节度时,李希列叛乱。 七十五岁的颜真清被朝廷派去宣卫李希列,意在劝导安抚。 但李希列铁了心,要反朝廷,派千名名手下团团地包围着颜真清。 阴阴狂吠,谩骂朝廷,拔刀恐吓。 颜真清眉头皱都不皱,历生说道,你们听说过骂安禄山而死的颜长山没有? 那是我兄长,我将近八十岁了,官坐到太师,致死迟劫,怎么会屈服于你们的胁迫? 李希列脸带宁笑,暂时将颜真清拘押,变着法子的威胁。 不日,李希列命人在庭院中挖了一帐建方的坑,扬言说要活埋颜真清。 颜真清从容地说,死生有命,何必多搞这些把戏? 李希列的手下在柴上浇上油,点上火,威胁说,再不投降就烧死你。 颜真清二话不说,起身,跳入火中。 最终,李希列看,难以使颜真清屈服,就派人溢杀了他。 绍兴三年,他宋高宗照够,欲赐颜真清庙为忠烈,尊其为神。 绍兴三年,他宋高宗照够。